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单一火灾原因中 烟头造成的火灾始终还在第三位 如此大的利益竟然还有人对烟头的威胁不以为然 更有甚者居然觉得烟头连汽油都点不着 明目张揽的在加油站内吸烟 除了烟头以外 人们经常使用的插线板 同样也是容易引发火灾的一个常见因素 2011年7月 四川成都市已居民家中突发大火 最终查明起火原因竟然与它使用的插线板有关 居官的消防局统计显示 2011年发生电气火灾事故37960起 其中 插线板使用不当 是诱发这些火灾的重要原因之一 究竟烟头和插线板是否真的会引发火灾呢 在本期节目中 验证者将针对 烟头能否引然直揉的物品 烟头能否引然汽油 插线板能否引发火灾进行验证 通过实验 揭开小火花是如何转变成为大火灾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只要您答对了我们的问题 就有精美的礼品送给您哦 为了保证本次验证的安全性 我们的实验将在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支队永安中队里完成 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助理 孙中伟警官在预防城市火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本次的烟头火灾实验将由他协助我们完成 由于我们将要用烟头去做引南直楼的实验 在这一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出现突然着火的危险 为了谨慎起见 我们决定在这个球场上搭建起一座房屋 以此作为本期节目的实验基地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面前这个空地上搭建出来一个长四米 宽三米高两米五的这样一个实验室 因为我们要在里面做这个烟头引燃的实验 所以啊我们选用了所有的建筑材料均为阻燃材料 之所以使用阻燃材料 是因为在做烟头引燃实验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出现明火引发火灾 因此验证者专门选用了石膏板作为实验房屋的外立面 这种板材具有很好的防火性能 一旦实验过程中出现大面积萤火 实验房屋的墙体也不会被迅速引燃 验证者麻较初恶宁员 将针对烟头能否引燃直楼进行验证 而田永和高义峰将对烟头能否引燃气油进行验证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系列严谨的实验 再看一看小烟头和大火灾到底有没有关联 一会儿呢我们要专门针对烟灰缸直楼 还有棉纺制品 比如说沙发垫或者是床垫这一类的 以及这个野外山林分别进行实验 看看这个烟头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给引燃 但首先呢咱们要去收集材料 好 要这大大小小的这么多种呢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特别深 小纸穴呀纸团呀都能用 就它了 除了纸篓啊 这个烟灰缸啊 这两样我都买了 还有就是类似于像沙发呀 像这种床铺这样的棉制品 也很容易引起火灾 所以我找到这样一个旧货市场 我想看一看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它这个是纸棉 然后它上面加了一点绒的材质 其实还挺好的 而且你这个是不是在外面放挺久的了 不是 没几天 没几天 就是起码又晒了几天了吧 它这个表面就是特别干 是那种很容易引火的材质 我觉得这个还挺突破的 要是八十 行吗 八十都好听呀 要是八十八 应该一百五 一百五啊 这个还一百五啊 一百块钱弄走吧 就是一个单个的了 一百啊 我给弄出两个 我们导演说OK 来 帮我拆一下 那就OK吧 OK 东西采购齐全 我要赶紧回去看小镜那边怎么样 走了 为了验证这个烟头啊 能不能点人干草 我特意呢 来北京郊区来收集这个实验的材料 在这个森林的入口处呢 我就发现有这样一个牌子 您已经进入森林的防火区 请勿用火 我相信在这片林子里面 一定能找到我们的实验材料 我还以为 在这片林子里面没有干草了 结果 还好 在这片低洼的这个地面底下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草 这是最常见的 什么草我也不知道 先堆在这 行了 这些我觉得差不多够了 在实验用品够制齐全后 马上福货民园开始够制 与烟图有关的四种生活场景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 并且实时记录到烟头 在四个条件下的燃烧状态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看着像一个低微 实际上它是一个红外热像仪 日常生活中 所有发热的东西 都会释放出红外光波 这个光波 我们两个眼睛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台仪器呢 可以捕捉到这些东西 然后根据它这个强弱 能够显现出不同的颜色 在这次的烟头引燃实验中 我们的验证者将分别在四个实验区 各安装上一台热感成像仪 这样就能够实时观测到 烟头的引燃过程 现在呢 有关烟头实验的所有准备工作 都已完成了 我们决定实验明天早上 正式开始 我们所有的实验道具 昨天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就得正式开始实验了 但是主角还没登场呢 这才登场 但有个大问题 咱俩都不抽烟 对啊 我都准备好了 我昨天晚上哪想这个问题 吸尘器 对 这才是 这个不叫吸尘器 这是大功率吸烟机 是你给的新名是吗 原来如此盘大功率吸烟机 没错 行 那我们先试试呗 好 咱就在那直接扔到烟缸里头了 好 这个烟缸啊 有一个问题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 因为我亲眼见过 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里在电脑桌前的烟缸啊 就像磊成山一样 这样 那个烟头 磊成一棵像圣呆树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试一试 如果说这个烟缸里面 就是几十 几十个小烟头 那会不会引起火灾 好 烟头的燃烧过程 是一种没有火焰的 缓慢燃烧状态 这被称为烟缆 当烟头接触到某些可燃物时 很容易将这种阴燃状态传递过去 在最初阶段 可燃物内部会产生大量浓烟 而随着热量的逐渐积累 阴燃很可能会迅速转变为灵火燃烧起来 现在我们就应该试着点着了的烟 看会不会把这些已经灭了的烟点燃 假装现在这人抽完烟了 他要灭烟 他肯定往中间这个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场景 我们已经布置完成了 紧接第二个场景 我们试你的这个 我只是这个好弄 就掉到这儿吧 这样才模拟真实的 对对对 你问他他可能把烟头掉这儿了 还是一样的条件 直接扔进去 我们直接扔进去 看看一会儿效果什么样 最后一个地方 沙发这边 重要的危险区 就好比是喝多了以后 掉的 手没拿好 然后手一松手 直接掉沙发味了 对 对啊 在那里 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在这个 放隙的位置 对对对 最容易点燃 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 哇 这个烟味已经很重了 对对对 这是点着什么东西了 怎么这么大碗 就在两位验证者将一只 未熄灭的烟头 扔到直楼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里面便已经冒出了大量的烟烟 这个是最先着的 这个直楼已经是第一名了 出来看一会儿 你看这烟着了多大 你看看 你看你这个 一开始实现它这个 直接就把那个网友的 决论给否了 对 他当时说在垃圾桶里面 蒸了两百多个烟头 还一百多的烟头 都没有成功 我们才扔了一个 对啊 这个呢 可能我们模仿的 应该更算是 比如说一些针对比较大的 垃圾桥 很多游客抽完烟 不注意扔进去 这种情况 现在我模仿家里的情况 就我观察 应该是 先把烟给碾得 差不多快灭的时候 再扔进去 我们接下来就做这个实验 对 稍微给它碾 对对对 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了 我们这些烟感成像仪 在看一眼 一百七十度 现在这边一百七十度 我就说它着着呢 你看它那个最高温度 好像一百七十八了 一百九 二百 我这边有一个 二百四 我到顶了 我这边也到顶了 到顶了 是说它要着了吗 不知道 反正它里面这个温度 肯定是已经很高了 此时热感成像仪显示出 直楼内部温度 正在急剧上升 但是宁愿从直楼外部观察 似乎没有任何燃烧的迹象 究竟这一次直楼 能否再次燃烧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让大家等着吧 嗯 想见你的沙发那个 烟头是不是都已经灭了 这个反正 我看完 是不是灭了 是 好像 好像有点那么的灭 这怎么办 那你这再扔一个呗 大家想见了 OK了 你快点 这个垃圾框这边已经着了 怎么又着了 我现在能看到的是 报纸已经烧了一个大洞 咱还是拿到外面 拿到之外吧 这又 这太容易就着了 这个 灵火 这个结果已经 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垃圾框 而且这个是家里面 最常扔烟头的地方 对 通过粮测的烟头引燃实验 我们可以发现 将没有碾灭的烟头 直接扔到植楼里头 其着火的概率相当大 而且燃烧的速度也非常快 除此之外 即使将烟头稍微碾压后 也不可能将烟头里的火星完全熄灭 如果这个时候扔进植楼中 同样可能将植楼引燃 接下来 明远和马孝叔将继续对烟灰缸 沙发 以及甘草堆进行实验 看看 烟头在这三种条件下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在如今写加油站中 会看到游司机一边加油 一边吸烟的情境 他们认为 烟头是点不着汽油的 而对于一些影视作品中 所出现的 烟头点汽油的情节 也有网友认为 这只不过是电影特技 制造出来的奖项 究竟烟头能不能点燃汽油 两位验证者决定 对一部电影中 烟头点燃汽油 并将汽车引爆的情节 进行模拟再现 看看最终的结果 是否与电影中的一致 究竟电影里 用这个烟头来点燃汽油 是真实的情景呢 还是说只是电影特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实验来验证一下 在这次的实验中 我们将用一个塑料瓶 来模拟汽车的油箱 往里面镀满汽油 同时再将汽油 引到距离模型车 大约20米远的地方 究竟烟头能否将 地面上的汽油引燃 是否如电影中的场景 一样震撼呢 由于实验过程中 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北京昌城消防支队 永安中队的消防车 将在现场随时待命 咱们的实验 终于可以开始 不过我觉得这个 确实太危险了 这么危险的事情 还是交给田勇来做吧 田勇 田勇 你咋打扮成这样了 对啊 你咋打扮成这样了 我这消防服啊 我这做实验的 你这是干嘛的 我这是模仿 电影里边的真实场景啊 你就是在耍酷 好了不说了 那个实验 我准备差不多了 最后就差你 你把这个烟头给点上了 这个 这个汽油挥发太快了 有些地方都断开了 再来一遍吧 对 行 那没有问题 好吧 在高乙峰重新撒上汽油后 田勇决定开始实验 好了 准备开始了 没事吧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对啊 怎么回事 还没着啊 要不再点一根吧 再点一根 再点一根 田勇和高乙峰 在反复尝试了几次后 都没能将地面上的汽油点燃 难道烟头真的无法点燃汽油 可是为什么加油站中 还明令禁止吸烟呢 像它这种 对一个假象 并不一定说烟头 它就点不着 然后它主要是 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条件 汽油是一种极易挥发的液体 当汽油的挥发物 与氧气混合成一定的比例后 在遇到合适的温度时 才有可能发生燃烧 由于我们这次的实验场地 比较空旷 无法形成合适的 油气混合比例 所以导致了实验的失败 那么如果将阴燃的烟头 换成了有明火的打火机 又会发生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准备啊 看风向 就在打火机落到地面的一瞬间 洒落的汽油马上燃烧了起来 通过这次实验 他们发现 想要用烟头将地面上的汽油点燃 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油气温度 才有可能实现 而在多风空旷的护板环境中 汽油极易挥发 很难形成这种条件 那么究竟在怎样的油气混合环境下 烟头才能够将汽油点燃呢 两位验证者决定 动手制作一个密封的容器 希望借助它可以营造出一个合适的油气环境 最终实现烟头点燃汽油的效果 由于封闭的容器在实验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田永和高一峰做好了一切安全防护措施 资料显示 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 汽油达到427摄氏度时 就会燃烧起来 而一支点燃的香烟在自然状态下 烟头部位的温度只有200到300摄氏度 当香烟处于抽吸状态时 烟头内部温度可能达到800摄氏度 为了达到燃烧条件 我们使用喷壶 将汽油均匀地喷洒到这个封闭容器内 把一支处于抽吸状态下的烟头 伸进到容器中 究竟这次能够将容器中的汽油点燃呢 又会不会发生爆炸呢 好像还是没什么反应啊 两位验证者对实验结果感到十分意外 难道在加油站里吸烟没有危险吗 经过仔细分析他们推断 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很可能与汽油的浓度有关 想要用烟头点燃汽油除了温度以外 汽油在空气中的浓度大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资料显示 空气中汽油浓度在1.4%到7.6%之间 就有可能发生爆炸 两位验证者决定往容器内再多加一些汽油 以提高容器内的汽油浓度 这一次能否成功呢 我不知道呢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香烟的燃烧速度十分迅速 但是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反应 实验结果再次出乎了两位验证者的意料 这次的问题又出来了哪里呢 经过仔细分析后 他们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密封容器内的汽油浓度 还是没有符合要求 只要汽油和空气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 汽油就是被烟头点燃 但是要瞬间满足这个条件 却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实验一直无法成功 田勇和高一峰通过查阅相关新闻 也证实了自己的推断 2007年1月 北京东城区一烟店内 一只烟头将洒落在地上的汽油引燃 导致里面里严重烧伤 2008年3月19日 呼和浩特市哈勒布舍村 一位新名在醉酒后 不将烟头扔进汽油桶 同样引发了大火 通过这次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想要让烟头点燃汽油 是需要多种因素 同时满足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现 可是要精确地控制好这几个因素的比例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即使概率不高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所以在加油站吸烟 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如果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 将烟头换成明火 是否会出现爆炸呢 两位验证者收集了一小盒火柴头 并将它放入了容器中 接下来田勇将用烟头去引燃容器内的火柴头 这次又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呢 两位验证者注意到 当火柴头被点燃后 透明容器出现了明显的变形 特别是容器上方的盖板会微微顶起 从这些特征可以判断 当时容器内发生了一次小型爆炸 也就是说火柴头点燃后产生了明火 引爆了容器内处于挥发状态下的汽油 打开吧 打开 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油气混合的问题 咱们在用烟头去点燃汽油那一瞬间 首先在汽油这一块 它的一个空气与汽油混合 这个比例没达到一个燃烧的点 所以说烟头在一瞬间的话 它不能点燃这个挥发的这个气体 但是也不能排除它没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个烟头 跟这个汽油它一定接触 烟灰钢真的是烟头的保险相望 小小烟头又是如何引发山林大火的 原来如此验证者马上被您揭晓 为了验证小烟头是如何引发火灾的 验证者马孝叔和宁元布置出了生活中最常见的四种场景 通过模拟实验 直楼最先被烟头点燃 接下来他们要继续对剩下的三种情况进行实验 烟灰钢这边在持续地冒烟 我不知道它里面最后找到什么样了 对 它现在虽然它那个点特别小 红色点特别特别小 但是已经到247了 此时他们注意到 烟灰钢内温度是目前三种情况中最高的 而着火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在家里面很危险的一点是 一般在茶几上除了烟灰钢还会放这种抽脂 这个抽脂通常这两个是并排放的 也就是说一旦烟灰钢 一旦烟灰钢你把它香烟点着了 着了明火的话 这个抽脂就是第一个着火源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过去了一分多钟 烟钢内的烟雾便分大了很多 而热感丞相仪也证实了 此时烟钢内部温度正在急剧升高 小妙 我的这个烟钢已经到最高点了 能看到吗 能看到 三两五十三 三两五十三 它降了一点点 你有什么好多情呢 两个小时以前就这样 是 它持续了可能三四个小时 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说明它在阴燃啊 就是我们生活中 其实最容易忽略这种情况了 哇 哎 这被灭 哎 真的你已经很烫了 底下很烫 就烧黑了 这就是我说的 之前是两个烟头 嗯 持续了三个小时 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就没停 然后它引燃了 它引燃了别的那些没有点燃 就已经以为灭掉的那些烟头 嗯 比如说一块 我平时擦 擦个鼻涕 嗯 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这种 这么复杂的情况 我就放到这 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咱稍微等一会儿 它就会 看它会不会烧起来 这个地方待不了 此时 烟缸中的烟雾越来越大 马孝叔和宁元 即使戴着防护口罩 也感到十分的难受 他们注意到 刚刚放到烟缸里的纸巾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烤焦现象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 我这个 说烟灰缸会引起火灾 已经可以成立了 对 那个王八娘 不好意思 我问您 像这种情况 它已经算是 有可能会点燃了吗 对对 这已经就是算是点燃了 算是点燃了 对 这算是一个火源了对吧 对对对 这些火源 嗯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烟灰缸并不是烟头的保险箱 当烟灰缸中堆满了烟头时 某个没有完全熄灭的香烟 其烟头部位 温度仍然高于尺的燃点 因此 很有可能就会将其他烟头点燃 而整个过程 往往会经历数个小时的时间 很难被人所察觉 堆满杂物的烟灰缸被成功引燃后 接下来 还剩下干草堆和沙发两种情况 究竟它们又是如何被引燃的呢 小宁 你看一下你的沙发吧 我这之前这银 每个缘都塞了好多了 但是 这个烟 都灭了 对都灭了 它这个空气还是不够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就 你点一个平铺的放在上面几个 行 你比如说你先点两个吧 一个平铺放 一个你再放在角落 但是放到角落的时候 千万不要头朝下这么插上去 要平铺在上面 应该要掉在上面的感觉 好好好 你再试试吧 用烟头引燃沙发的实验 给两位验证者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他们尝试了几次都没能让沙发着火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烟头处置不当 引燃沙发被入熄火的案例 却不在少处 究竟沙发无法被引燃的原因 到底出在哪里呢 烟症者宁愿决定 拆开沙发的一角 研究一下它里面的构造和用料 我看到了 是什么呀 我从那里面揪出来一个海绵 我刚才以为这玩意烧不着海绵 但是我拿这个打火机 你看着啊 点了一下 很容易就着 哎呀妈呀 我现在觉得现在就有点要着的意思 你没觉得烟越来越大了吗 对对对 烟现在越来越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 你那边的烟越来越大 而且温度是已经一直是持续最大值 好 这个烧得很大 这个山烧得很大 跟之前都不一样 我突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刚才我不是说要观察里面的情况吗 在这儿捡了一个洞 所以这儿有春塘风 一通风一下就起来了 其实你不光捡个洞 它就是这个海绵可以打开嘛 对而且家里会有小狗的 经常沙发咬个洞是很正常的 哇 我觉得咱们是应该到外面去观察 万一它烧起来了 是不是有点危险 令良倍验证者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沙发上的烟逐渐大了起来 由此可以推断 烟头很有可能已经与沙发内部的海绵产生了接触 那么如果这样持续的接触下去 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这能成功 你信不信 我觉得也难 因为我们搭的是一个很小的 可能六七平米的小居室 但是如果说客厅放一个 比如十几平米 二十平米放一个大的沙发 有这样的春塘风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着起来 那你想想我们如果打个盹 或者是喝酒 如果喝酒喝多了以后 你这种盐你根本闻不到 而且你知道吗 有时候火灾来的时候 不是被火烧的 而是被烟呛死的 人有很多 找起来了 天哪 不是你刚才滴油呢现在 地上 对地上 我看见了 我觉得现在它这个速度 完全跟我们之前的预想完全不一样 我想让它 我看你看 它现在这个速度 因为火灾往上 此时实验的进展 完全出乎了 两位验证者的预料 就在沙发掉落的部位上 最初还仅仅只是一股熔烟 但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沙发内部便出现了明火 而且火势迅速变大 通过这次的沙发引燃实验 两位验证者发现 像沙发被褥等这类棉纺制品 是很容易被烟头引燃的 而且这类火灾的特点 是最初阶段不易被发现 一旦着急火来 燃烧将非常迅速 经历了十个小时 三级十一个小时的奋战 我们的烟头实验的三个条件 都已经完成了 只能让最后一个空间大难题 现在弹药还很充足 非常充足 但是你还继续吗 充足的信心 充足的信心 这个看来沙发给你信心了 对 那好吧 实验继续 小妞现在在我这看来 我这个小家后对准的这个位置的温度 上升的并不快 而且甚至还有点忽上忽下下降的趋势 来 来 摄像机我来看一下 就刚才我往里面插入 上面储了很多野草的这种小棍 然后这个小棍就顺着烟头 像那个火苗就被引着往上跑 你看我吃点气 对 小妞就从你这个吹气 你不觉得就看出点问题吗 对对对 你为什么要吹气呢 我们现在我就觉得哪有点不对 咱这屋里太平静了 咱们这是山林火灾 山林火灾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找 当然是室外了 当然是通风了 小妞你赶快别说 我现在已经降到250度了 你刚才本来是三个加坏最高温度 咱刚才说通风 对 你要先把窗户打开一点 此时宁元和马教书突然意识到 他们之前实验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没有考虑到风的因素 在找到原因之后 他们立即动手 在室内模拟野外的通风环境 究竟他们这次能否成功呢 我闻到味儿了 这回不一样 这回真的是让我觉得火灾来了的味道 你知道吗 是是 小妞我现在能看到这只感情像仪已经到最高点了 你现在要刮最大的风是吗 刮大风是吗 刮大风是吗 刮大风 找找 你看你一吹啊 这只感情像仪的这个红点会越来越大 你慢点 有 Ooh 你们没事吧 天呐 看下来 看下来 找了我 灭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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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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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 connections 每年春秋季是山林火灾的高滑季节 其中导致这些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 原因就是随手乱扔的小烟头 而在本期节目开头 那位为香烟深渊的网友 之所以没有用烟头引燃干讨历 主要是他没有考虑到野外的通生环境 一旦未吸引的烟头掉落到野外的杂草中 是极有可能引发山林大火的 所以一定不能在山林乱扔烟头 我眉毛是糊了 我看一眼 没有吧 好像是收掉一块儿眉毛 没事 这是为科学牺牲 我觉得本来打草 我都已经有点屈服于网友的那个说法了 他试验了一百多次 都没有成功 虽然说他没有注意到室内的通风环境 但是我觉得咱们做的这四个实验 概率的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大 对 都不是说那么轻而易 就能实验成功的 也许我们之前所想的烟灰缸 不可能两根烟能点那么长时间 并且能点燃 也许我们想着沙发这种棉制品 点两根烟就应该能点燃 但是他却点了那么多根烟 对 这个火是咱们根本没法控制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带率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能因为少 就不关注它 对 这叫不以恶效而为之 我们经常使用的插线板 为什么也会变成火灾元凶 使用合格插线板 为什么同样存在着着火的威胁 原来如此验证者 马上未云揭晓 验证者田勇和高乙峰 在完成了烟头引燃汽油的实验后 决定在对插线板引发火灾的话题进行验证 随着各种家用电器 在我们生活中的逐渐通过 插线板所发挥的作业 也越来越大 但是它们在给人们的生活 提供了便捷的同时 与之相关的火灾事故 也层出不穷 2011年7月 富山成都市一居民家中突破大火 渡较场 起火点是从一个插线板上引发的 2013年7月 山东青岛 以独居老人家中起火 经过调查表明 火源同样是来源于 正在使用中的插线板 田勇和高乙峰 在查阅大量火灾案例时注意到 第一架劣质插线板的使用 是一个重要起火原因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插线板 更容易着火呢 我们的两位验证者决定 通过实验来寻找答案 首先他们决定先去市场上 寻找一些价格较低的插线板 因为低价的插线板中 不合格的产品不比较多 本次的采购地点 主要集中在北京郊区的 一些小型批发市场 和个体经营的小型超市 插线板怎么卖 什么样子呀 普通点的就行 搬的就行是吧 这个行吗 他这个写的三米都达不到 这个多少钱 这个给我18块钱 卖20 便宜点吧 你知道 供牛的这个三米都得30多了 对嘛 它不是供牛 这个我们15就拿了 你给我16吧 你这还有就是 比那个还一般 再便宜点的 再便宜点的 这是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 没摆出来的 这个用小公寓的 就是插个电视啊 插个 这个多少钱 给我5块得了 给我5块了 那哪 经过一番选购 田永和高一峰 买到了一堆 价格较低廉的插线板 他们发现 有一些插线板 从外观上看 与品牌插线板 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价格上 却相差很大 还有一些 更便宜的插线板 仅从做工上看起来 确实有些粗糙 明显属于不合格产品 究竟这样的插线板 在使用过程中 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呢 他们决定 到专业部门 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田永和高一峰 找到了北京一家 专门从事插线板 插座生产的 专业分析 本次有关插线板的实验 将在这里盘场 为我们本次实验 提供技术保障的 是这里的高级工程师 朱中涛老师 他曾经参与了 插牌的国家标准定制 所以呢 他对如何鉴别 插牌的好坏 了无之障 从这个 你买的这些产品来看呢 像这些产品呢 是肯定是 从外观上 一点就能看出 是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 它这个线呢 是非常细的 所以它里头的 实际的铜线 是非常细的 朱工首先仔细地建议后 确证 两位验证者 所购买的这些低价插线板 都存在质量问题 而他们最容易着裹的部位 主要是在导线和插套上 插线板的内部构造 主要是由导线 金属插片和塑料支撑件构成 他们会将外部电流通过导线 输送到多个插孔中 在国家标准中 规定家用10安培规格的插线板 其导线至少要使用 不低于0.75平方毫米的铜线 而我们这次购买的几种 低价插线板 其导线粗细 往往达不到这个要求 除了导线以外 很多低价插线板的插套部分也存在问题 经常会出现插套无法牢固的插入插孔的情况 如果人们在生活中使用了这些不合格的插线板 又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 验证者田勇决定 通过实验来进行测试 田勇找来了三种生活中最常见的家用电器 它们的输出功率均为1800瓦 本次实验将使用两个低价插线板和一个合格插线板 分别连接到这三台电器上 当三台电器启动时 两个低价插线板与合格产品相比 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 由于实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突破电器高级工程师刘江将协助我们完成本次实验 一切准备就绪 实验正式开始 哎呀 这个电线已经开始发热了 对对对对 这个很容易 对 那我们先播播这个 这个也开始热了 也有点热 嗯 好 哦 这个合格插线板切实就 哎哎呀 就没什么温度 稍微稍微没什么温度 没什么温度 刘工你看啊 这三条线从这个里边看很明显了 是吧 对 最左边那个是颜色 对 这个特别的红 对对 通过热感成像仪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此时两个低价插线板的导线温度 已经超过了70摄氏度 而合格插线板导线 却并没有出现发热的迹象 由于此时最右端的那个茶线板温度已经很高 随时都有发生转路的危险 而一旦发生了转路 瞬间产生了强大电流 很有可能会对实验室内的专用电路产生破坏 这段视频中所呈现出来的火花飞械 以及巨大的爆炸声 就是电线短路时可能出现的效果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的验证者决定 在户外一处宽阔的场地上继续进行实验 而本次实验中所需要的电力将由一台发电机来提供 验证者将使用刚刚实验中发热较大的低价插线板继续进行实验 并将它与一台功率为1800瓦的电暖器进行连接 同时验证者还连接上了一盏台灯 作为观察实验是否发生短路的信号 如果在实验过程中台灯熄灭 说明此时电路已经处于断电状态 我们走吧 一切准备就绪 实验正式开始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我们的验证者决定 撤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观察 究竟这个插线板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通过安放在实验现场的小型摄像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实验开始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 不合格插线板的插孔内便开始冒出了烟 而且烟越来越大 紧接着插线板的导线竟然也开始冒起了清烟 这说明导线自身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短路的危险 如果那个台灯灭了 就说明它短路了 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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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过去看看 走走走 这个地方 短路了 融化了 对 已经融化了 此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 这部分导线的绝缘皮已经完全粘连在了一起 通过这次的实验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合格插线板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其内部导线较粗 可以承受得住较大电流的通过 而不合格插线板的导线较细 当较大电流通过时 发热现象严重 非常有可能发生自然而引发火灾 我们的两位验证者 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了 一些价格低廉的插线板 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但是他们也注意到 在一些由插线板引发的火灾事故中 起火的插线板 竟然也包括合格产品 而这其中的原因 主要是与人们不正确的使用习惯有关 那么究竟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是如何使用插线板的 这些使用习惯 是否存在火灾隐患 两位验证者决定 到百姓家中征集一些 正在使用中的插线板 并从中寻找答案 今天我们要和这里的距离 做一次以旧换新的活动 通过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收集到一些 旧的用过几年的插盘 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 普通百姓平时是如何使用插牌的 这个咱们有一个安全的 看您家有没有插线板 旧的插线板 我们给你以旧换新 您家的插线板 让他们看一下 就是您请插线板 插线板 大爷 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插线板 是吧 对 这外边接了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插线板 是吧 两位验证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当一个插线板不够长时 很多人都会将多个插线板 一个接一个的串联起来使用 而对了一些导线较长的插线板 人们又会为了家居环境的美观 将多余的导线混绑起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把插线板 放在床下 浴室 以及厨房中使用 究竟这些使用习惯是否正确呢 两位验证者决定 再次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在接下来的这个实验当中呢 我们要用十个插牌 进行一个串联 然后呢 再用我身边的这些家用电器 将它们分别插在每一个插牌上 可能有人会说 我们的这个实验有一些夸张 但是呢 我就想很直观地让大家看到 在插牌的串联过程当中 可能会存在的安全隐患 在这回串联插牌的实验当中呢 我们特地准备了几个这种特殊的插牌 等一会儿这个插牌插上电器之后呢 这个上面呢 就能显示出插牌通过的这个电流值 家用插牌板所设定的额定电流值 一般为10安培 所以在本次实验中 验证者将以这个数值作为评判 这组串联电路是否安全的一个标准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实验正式开始 验证者田永和高一峰陆续启动了所有电器 这边有电视机 电视机 还有电磁罩 还有电磁罗 对 好 那咱们看一下它的 现在是7点几啊 那就说明还行 那说明咱们的这条件 对 这条件是没问题的 来 咱们看看别的 接着往下看 这边增加了 电脑 电脑 还有这个录音箱 还有这个微波炉 那这就明显超了 15点几 相近16安了 此时我们可以注意到 第二部分串联电路的电流值 已经明显超出了 我们本次实验中 插线版的额定电流值 那就是说又加上这几个工具的 这个电器之后呢 就已经是超了 咱们摸一摸这条线 哇 热了 你说如果说 这在长时间这么使用的话 确实是存在很大的隐患 很大的隐患 这只是看到这层 咱们看 咱们再往下看 咱们看最后一个 在这条串联电路的最初始端 两位验证者注意到 由于又加入了几台家用电器 此时这条电路上 所通过的电流值 已经高达23安培 也就是说 最初始端这个插线版的电流值 已经超出了 自身额定电流值一倍多 咱们再来 咱们擦一下 这一看就非常明显了 你看那几条线已经是化红了 通过这台红外热感成像仪 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观察到 在这组关联插线板中 最初始端的那个插线板导线 温度已经高达47.2摄氏度了 如果插线板导线 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话 将会加速绝缘皮的老化 甚至可能发生自然 通过这次的串联实验 我们能够很直观地观察到 当用电设备 被不断地加载到串联电路上时 处于末端处的插线板 可能会属于相对安全的工作范围 但是越接近初始端电流池 就会不断地累积渐大 尤其是到了最前观的那个插线板 它的载荷很可能会超出 自身承受值几倍之多 最终导致火灾风险的增加 不仅串联使用插线板 可能引发火灾隐患 将过程的导线混杂起来使用 同样不安全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混杂后的导线 由于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出去 会在局部形成激热 导线长时间处于这种情况下 同样会有着火的危险 除此之外 将插线板放置在床下 浴室 厨房等非常规创的下使用 插线板内部会积攒下大量杂质 而这些杂质在一定条件下 会成为导体 最终导致插线板发生短路骑虎 转弯 旋转 离行蜜就在我们身边 它不仅带来快乐 也会带来比较转 我们对离行蜜有什么机会的感受 原来如此验证者 集中亲身感受 揭晓其中的秘密 通过之前的一系列实验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无论是一个烟头上的小火星 还是插线板短路时冒出来的小火花 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火灾 这样的大火不仅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甚至还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这一个小小的着火点最终引发大火 究竟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次 终极实验 这一次四位验证者将要在实验房间内布置出床 茶几 沙发 电视等我们家中必备的生活设施 并以此来模拟一场烟头引燃垃圾桶的家庭火灾全过程 这垃圾桶都化了是吗 对啊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引燃地板 你知道吗 也有可能先引燃沙发 哦 是啊 沙发里边都还有木板 还有海绵 你看这种情况的话 你看就杂物在里面粘的话 地面上也感觉不到 对 所以说他们在市面上的话更感觉不到 对 仅仅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火苗已经迅速将沙发的一侧引燃 此时屋内的浓烟渐渐大了起来 随着火势的进一步蔓延 与上发相连的窗帘已瞬间着了起来 但是对于一个处于醉酒状态或者熟悉的人来说 此时屋内的情况根本不会有任何察觉 现在这个房间里最高的温度已经达到500度了 530 现在简直这个人就像在受那个苏打击的那个刑罚一样 是吧 你看他被烤着那种 他简直就是铁板人肉嘛 由于此时 室内温度过高 窗户上的玻璃出现了暴裂 现在据说呢 他应该是 他肯定会有一定的感觉吧 对 这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 虽然火焰并没有伤到床上的假人 但是他的表面皮肤已经出现了萎缩塌陷现象 由此不难推断出 目前屋内的温度已经对人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就在一瞬间 床上的枕头着了起来 而假人的头部也完全被火焰所吞噬 整个过程仅仅不过5分钟的时间 咱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人现在就藏在花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一个小小烟头 有可能就是人没有意识下去 人体致命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床是木板床 如果是家里席梦丝的话 那燃烧的更快 是吗 整个那么厚的席梦丝的垫子 它首先燃烧的快 而且它就是燃烧的时间也会长 哇 对 你看现在咱们这窗一样 它这个 窗框变形了 因为是温度特别特别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人困在里面打开门打开窗根本打不开 因为它窗框都变形都挤压住了 你这时候想逃的时候你都跑不了 您看现在就是里面的咱们里面的家居啊 包括里面所有东西包括窗 基本上都着差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人要想出来的话 基本上没有保护措施的话 根本出不来 它都已经被火化了 我们赶紧救火吧 我觉得 赶紧救火吧 好 出水 完了 我都来了 我都来了